可以看到车祸现场是一片凌乱 车壳零件散落一地 机车的椅垫是整个都已经分离开来了 撞击力道不小 一辆机车是整个卡进了路旁的餐车里面 现场还不断传来机车的引擎声响 救护人员获报到场后将受伤的骑士送医 幸好他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带您来听一下警方访问 与同项执行重机车发生碰撞 自重机驾驶人车倒地受伤 并导致碰撞到停在店家前之自小货车 重机骑士由救护车送往北斗卓医院救治中 好的KT引道警方表示 一名18岁的许姓男子 骑车行经北斗的斗中路与中心路口时 不胜何一辆铜像准备右转的轿车 是发生了碰撞 造成许姓骑士整个人是弹飞出去 机车还卡在路旁的餐车上 而现场民众还发现 餐车的后车牌四马是7905 于机车车牌后四马是7995 只差一马相当的不可思议 也幸好这起车会意外 骑士的伤势并没有什么大碍